今天有新的铁铁铁吗 或计计有新的进展吗 没有 最好是那 都不要联系的是吗 这些女人觉得很委屈吗 当然啦 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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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战刷不要她 现在母要她的孩子 连辆北京都不让回 他们俩谁给你 日前大S的妈妈正式加入战场接受传唤 出庭为女儿作证 面对记者 一句大S当然委屈 引起网友心疼 4月2日 汪小菲直播谈到此事 灵魂拷问大S 住着800平的房子 整天躺那何来委屈 所有费用都有别人给 为什么还委屈 我爸妈努力奔走赚钱 却见不到孙子 到底谁委屈 说完又卖力吆喝起了酸辣粉 不得不承认 汪小菲看起来有些可怜 自己马上新婚 却因为巨额的抚养费和债务 无法给她和前妻一样优渥的生活 而另一边 大S自上次发言后就再也不出面回应 老公居俊叶甚至奔走打蝶 看起来没有受到汪小菲的影响 不过 有台媒爆料 GS因为上次被汪小菲上门骚扰 已经搬离豪宅 当然 即使搬离也不会把豪宅还给汪小菲 毕竟汪小菲签了离婚协议